阳光灑下 波光玲玲 搭上爱之船 漫游爱河 韩国瑜大推爱情产业链 观光产业眼看就要起飞 韩国瑜提出最新构想 城市税 亮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造成高雄市环境的负担 比较重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市议会交换意见 可以考量 在不是非常巨大的数字之下 着收城市税 一边赚钱 一边还钱 韩国瑜希望能替高雄3000亿负债 想办法 而对于国内游客 对于收税金反弹 韩市长强调是针对国外观光客 只针对外国观光客 对 不针对台湾的 那你来 因为我城市的确要垃圾处理 各方面都要嘛 我城市要花钱 那你来个两天 你可能花个160块台币 你不会觉得痛 收80还是收100 都还在考量规划 但击沙成踏 却能改善高雄市政 一年可替高雄市政府 带来数亿元收入 城市税就像是到国外玩 旅客多付的观光税金 协助保养美化城市 但高雄旅行工会理事长提醒 征收方式很重要 观光税的部分 其实要看在什么地方收 比如说是在饭店收呢 还是在机场收 在机场收 那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他既定的行程 比如说他可能从 桃源进出也可以 从高雄进出也可以 那他就选择桃源进出嘛 城市发展并非一朝一夕 更要看重永续发展 韩国瑜提出城市税 希望能让高雄收支平衡 但就看未来配套如何实施 记者杨世絮王乃宇 高雄报道 淼神经常年计判 青年计划 来自行学院的